欢迎来到金庸察官 我是说书人柳韵 这次想要分享的是 金庸短片中最神的一部作品 连成绝 这里根本不需要加之一 金庸作品中最受欢迎的 反复翻拍的都是长篇小说 像射雕三部曲狼 鹿顶记狼 天龙八部 笑傲江湖 而可以称为短片的 大概就是避写剑 书剑 鸳鸯刀 月女剑 白马笑西风 还有侠客行跟两部飞狐 这些短片作品中 说真的 金庸自己也说过有些写不好 也比较没有人气嘛 但连成绝 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 我不知道重看了多少遍 如果看过不少金庸相关作品 影视作品 但刚好没看过连成绝的人 强烈推荐 真的很值得去读小说 这集我尽量不讲太多剧情雷 简单分享连成绝到底有多厉害 为什么他在我心中这么神 以下分成三点来谈 用一句话形容连成绝的故事大纲 大概就是基督山恩仇记 加上悬疑恐怖与推理 哇 听起来就超级好看的吧 金庸说过 他本来就很喜欢大众马的基督山恩仇记 连成绝中有一段在监狱的剧情 确实有那个味道 但金庸也回答说 不只是参考他而已 金庸是个热爱阅读的人 而且看的书非常非常广 古今中外的作品都成为了他的创作养分 这对于写作者来说很常见 其实我也觉得 连成绝跟基督山并不是那么相似 只是个容易理解的举例罢了 整理一下 连成绝故事跟监狱有关 跟复仇有关 有武侠 有悬疑 有意外 这几乎集结了 类型小说最受欢迎的几个标签 绝佳的题材 加上金庸优秀的笔法 当然好看 再说到连成绝的主角迪云 就算是没看过的人 大概也知道 他的人生何止是一个惨 是一长串血淋淋的惨字 所以讲到连成绝 通常第一印象就是很苦很悲情 但只有悲剧并不会好看 连成绝的核心剧情 其实是不断的推理与解谜 迪云被陷害入狱 那他是怎么被设计的呢 他的师父之死 又有什么隐情呢 这些都发生在小说开头 前两章就抛出一个个谜题 读者自然而然会被勾起好奇心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我以前第一次看跟第二次看 中间隔了有点久 结果第二次看小说时 我在每一个该惊讶的地方 又惊讶了一次 好几个悬疑之处 我明明应该知道了 但看到答案的时候 还是看得睁大眼睛 目瞪口呆 甚至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他是个恐怖小说 比如说 有一个老爷子 在夜深人静时 他常常会梦游起来 对着空气气墙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恐怖不恐怖 看过的人都应该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 再讲下去可能会碰触到太多剧情 先点到为止吧 这回等于是连成爵的介绍与前沿 我也做个预告啦 之后还会再做一集 谈谈我怎么看小说中的推理 小说中写到的人性 这次就先不谈那些了 连成爵或许不能称为完美的小说 说真的 重看时我觉得有些地方 还是稍嫌不合理 但这不影响其地位 他把江谷 人心 悬疑推理 多种元素融合的相当巧妙 这样的故事真的很特别 第二点 各位金庸民有没有发现 连成爵的文字 没有那么像平常金庸小说的文字 以创作时间来看 那时金庸已写完射雕三部曲 而还没有写出后面的天龙八部 笑傲江湖 陆顶记 一方面 金庸当时已有惯用的武侠写法 可能想要求新求变 刚好尝试换个笔法 另一方面连云是个比较傻 比较直的主角 所以有时用一种更直接的文字 或许更符合小说情境 更能够让读者进入剧情 直接看小说吧 连云躲在大雪山的雪谷那一段 总之 经历了许多事件 连云又又又又蒙远了 他只能躲起来 等着中原群豪离开 而所有人离去 连云暂时平安了 但这时 强烈的估计感涌上来 小说此处的文字 有点像金庸加古龙的文字 用了很多短句子 他走了 他走了 他们都走了 只剩下迪云一人 好像天地之间只剩下他一人 接下来写的是 真是寂寞 孤零零的 只有笑容的血水 再轻轻的流出骨去 很直接 很不像金庸平常的用字 但这样直接的写寂寞 却写出了另一种美 再看一段 连云在监狱中 在无穷无尽的厄运与折磨之下 他终于万念俱灰 想要寻死 他并不悲哀 也不再感到愤恨 人世已无可恋之处 文字很简洁 但这几句话 就让我读识大为震动 这里用最短的话 写出了迪云最深的无奈 这样看似笨拙 图识的文字 反而杀伤力特别大 简直就像躺尸剑法一样 四拙十强 那么接下来 看过的读者们 还记得剧情的下一幕是什么吗 是监狱中另一个重刑犯 丁点 丁点救活了迪云 眼前是一张满是胡须的脸 那张脸裂开了嘴在笑 太嘲讽了 迪云想要死 这个坏家伙偏偏硬是救活他 迪云做什么都不顺 连死也死不成 让人看了又想哭又想笑 迪云跟丁点相遇 相似的整个过程 我读的时候插点起立鼓掌 真的太会写了 金庸的文字功力有多强 大家都知道 但经过这样举例分析 应该更难看到 连成绝确实跟他的其他小说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其实还有很多小细节 像是粗广豪迈的丁点 却常常在监牢望着远处 看着窗坎上的一个花盆 这个反差也很妙 而且认识丁点之后 才知道他也是有故事的人啊 连成绝小说中有小说 故事中有故事 丁点的剧情 丁点的剧情 写进了各种心酸无奈 这也是造就这部作品独特的原因啊 最后一点 如果询问广大读者们 请说出几个 连成绝中你记忆深刻的段落 我猜应该有人跟我一样 会想到一个名字 和声 和声是谁呢 是作者在浙江海宁老家的长工 是的 你没有听错 金庸老家是有长工的 不止如此 金庸他的祖父 在1885年中举 后来又考中进士 一般往往都觉得清朝科举 好像是非常古早的事 但说真的 清朝的尾声 离现在并没有那么遥远 金庸在连成绝的后继 写出了和声的故事 我刚刚想说的就是 连成绝的后继 绝对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段落之一 这整个小说的原型 原来是真实故事 和声身上有残疾 金庸小时候 以为他天生就是那样 那虽然名为主仆 但他们感情非常好 金庸老家也从来没有把和声当仆人 对他非常客气 和声的年纪很大了 有一次重病 他觉得自己时日无多 于是跟金庸讲了他过去的经历 原来 他的驼背跟残疾不是天生的 他年轻时辛辛苦苦存了钱 不止被偷了 还被诬赖 又蒙冤 又被狠狠痛打一顿 身上片体鳞伤 原本有个心爱的姑娘 也跟别人走了 这些让人痛心的事 竟然都是活生生发生过的 还有许多细节就不细说了 后继中都有写到 而和声心中最感激的 就是遇到知县老爷 也就是金庸的祖父 金庸祖父知道和声受了哪些委屈才入狱 后来他辞官回家时 左姓直接将和声带了出来 就让他待在家里 当然 连成绝小说还是跟和声的故事有很大的不同 并不是靠着一段回忆就能写出好作品 关键还是在于作者的庙底 只是说看完后继 或多或少也能理解 金庸为什么这么会写 除了基本的读书写作 文化底蕴 大概也只有家里有如此慷慨豪侠的祖父 有如此传奇的长功的人 才可以写出这样的故事吧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集影片 希望可以帮我按赞、留言、分享 还有还有 欢迎收听我的Podcast 柳玉的金庸小剧场 之后还会有更多金庸相关作品的分享 观众们想要听什么样的主题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在下次的影片跟直播再会了 拜拜